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极致的速度是如何产生的呢 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吗 世界开门吧 爱萨克牛顿先生是我们这个星球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定律 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 创立了V积分 顺手提出了经济上的金本位制度 还会那么一点炼金术 让你想不到的是 牛顿还是一位教练 他不太擅长什么项目 但却指导着所有的人 包括我和你 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牛顿教练 你知道速度滑冰的世界记录 才是地球上人类用双腿创造的速度极限吗 相比起华冰冠军 博尔特的速度简直落爆了 在水中赛挺的速度比游泳快得多 哪种球类运动球速最快呢 正确答案有可能让人大跌眼镜 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牛顿教练 去了解运动中和速度相关的奇妙知识吧 滑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水上急速运动 短道速滑的战术意义 甚至和速度同等重要 运动员并不会一发枪就全力冲刺 往往要压住速度占领有力位置 所以短道速滑并不能代表滑冰的极限速度 而速度滑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道速滑 运动员两人一组互不干涉 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向前滑行 他是冰上项目中真正的速度之王 目前男子速滑500米的世界记录是33秒98 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田径男子400米跑的成绩 平均每秒14.7米 而路上飞人博尔特的极限速度 也只有每秒10.4米 可以说速度滑冰记录 才是人类通过双腿创造的最快速度 滑冰为什么会这么快 经典的解释认为 冰具有一个奇妙的物理特性 压力降低熔点 冰可以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它的溶点就会降低 你拿手或者拿一些物体去压它的时候 这个当冰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之后 它就比较容易融化 如果我们在厚厚的冰块上 搭上一根两端挂上重物的铁丝 由于铁丝很细 从而给接触铁丝部位的冰面带来很大的压强 这个部分的溶点就会降低 也就是说这里的冰鲜化了 挂着重物的铁丝也就会进入冰块内部 融化的水在铁丝上方 恢复了原有的压力 又会重新迎接成冰 最后铁丝从冰块下方穿出 而冰块还是那个完整的冰块 普通冰刀的刀刃只有两毫米宽 如果站在冰刀上的是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 他对冰面的压强大约有10个标准大气压 这使得冰刀下的冰面融点降低 由于冰刀的这个刀刃非常的窄 所以它压到冰面上 就给冰面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就可以使冰的融化的这个融点降低 所以就可以让冰融化成水 然后产生水磨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并不只是冰刀和冰 之间的这个结合 而是冰刀水磨再是冰这样一个结合 那么水磨在这个中间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雨天容易滑倒 因为地面上有水 当地面上有水了之后 它会形成什么 会在你的斜和地之间形成一道水磨 那么原来你的斜可能是原来是有摩擦系数的 有一定的棱角的 那么当这个水磨把这个棱角填充死了之后 你的斜和地面就变成一个光滑的一个连接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摩擦系数就减低得多得多 那么这个时候摩擦减小了 你的速度就提起来了 同时由于冰刀与冰面的强烈摩擦产生热量 冰刀所到达的冰面迅速融化 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层 水成为了润滑剂 大大降低了冰刀与冰面的摩擦力 这也就造就了人类双腿的极限速度 但是后来有很多实验证明 压力并不能使冰的熔点下降多少 反而是冰自身的结构促成了这一点 科学家观察发现 冰的最表层 在环境温度低于冰的熔点 也就是零摄氏度时 本身就是一层水膜 温度越低水膜越薄 所以不需要太大压力 冰面就已经是优良的润滑剂了 但是如果在温度极低的地方滑冰 冰的光滑程度会大打折扣 摩擦力大增 人划过冰面后会留下一道划痕 这就是冰面融化的痕迹 不过不要以为冰面就此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融化的水在冰高使过之后 恢复了原来的压强 又迅速重新结成了冰 赛艇和皮滑艇运动 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 在水中运动速度最快的项目 在这三个项目中 如果简单计算的话 赛艇的速度最快 enthusiasm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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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力量 力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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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人们这样一番折腾 现代意义上的赛艇 终于横空出世 赛艇运动在欧美国家 非常受欢迎 在中国也被人津津乐道 这不仅仅在于 中国女子四人双奖赛艇队 获得过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也在于赛艇 对中国人学英语的帮助 当英语令人兴奋的 exciting这个词出现时 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 一颗赛艇这个词组来帮助记忆 这使得兴奋迅速成为了 中国最被人熟知的英语单词之一 你大概没有注意到 赛艇 皮滑艇在奥运会上 三项加在一起 有三十个小项 是仅次于田径和游泳的 第三大金牌大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项目呢 那是因为用来划分项目的因素 太多了 以赛艇为例 首先按性别分为男子和女子比赛 然后按照体重 划分为轻量级和公开级 赛按照参赛的人数 又分为单人 双人 四人和八人 按照每人拿几支奖 又可以分为单奖和双奖 最后又分为有舵手和无舵手比赛 因此就有了 男子轻量级 双人 双奖 无舵手 女子八人 单奖 有舵手 这样复杂的名称 幸亏赛艇比赛的长度统一为两千米 否则又要分出好几个项目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赛艇向前的动力 是由蒋叶向后滑水后 水给挺身的反作用力 赛艇的速度是由滑奖的频率 和单次滑奖产生的距离 也就是滑距决定的 理论上讲 滑奖的频率越快 速度当然就越快 男子八人挺的奖频 最快可以达到每分钟滑奖48次 滑距是由运动员滑奖的幅度 和奖滑水的效果决定的 赛艇的动力输出并不持续 当蒋叶在水下滑水时 赛艇获得前进的动力 但是当蒋叶出水后 这个动力就消失了 赛艇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动 这种不连贯的运动方式 使得赛艇前进的稳定性降低了 如果是多人赛艇 虽然人多力量大 但是每个运动员滑奖的幅度 力量的大小 重心的移动都有差异 这就使挺身更加不稳定 当蒋叶提高之后 这种不稳定性就更加突出 而滑水的效果 也会因为频率的提高而降低 所以运动员并不会全程 都用最高的蒋叶滑行 一般在出发和冲刺时 才会提高蒋叶 途中会用一种更平衡的方式 尽量使赛艇保持较高的速度 人和器材的自重 是影响赛艇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自重越大 向前滑行时需要克服的阻力 也就越大 在器材重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想减轻重量 只能从人的体重下手了 正常情况下 赛艇运动员体重和力量是成正比的 遇到一个体重很轻 但力量极大的奇才 几率不大 于是人们就打起了舵手的主意 因为舵手并不参与滑架 也就是不增加赛艇前进的动力 而且还占据了总体相当一部分的重量 在1900年奥运会上 荷兰选手为了夺冠 居然用一位七岁的法国男孩 剔下了原本是成年人的舵手 后来在大赛中 使用青少年作为舵手的现象 也多次出现 现在的赛艇比赛规则 已经使这种现象不大会出现了 因为规则要求 男子舵手的体重最低 也要达到55公斤 女子要达到50公斤 如果体重不达标 就要在最靠近舵手的位置增加重物 以确保比赛的公平 而且舵手的作用也越来越要 他是整条赛艇的总经理 不但要掌舵保持方向 还要调控整条艇的比赛气势和节奏 在日常训练中 舵手几乎相当于助理教练 要把所有运动员 从心理和技术捏合到一起 所以舵手这个重担 还是由成年人来挑吧 跑步 游泳 滑冰 赛艇 是体育场上体现人类速度极限的项目 这些项目体现了人类自身身体机能的极值 而体育运动中的另一大类 也是参与人群最多的项目 就是各种球 人类对球状的物体 有着本能般的热爱 创造出了花式繁多 乐趣无穷的诸多球类项目 哪种球的速度最快呢 很多人或许想到足球 但有记载的足球球速记录 只有每小时210公里 什么 棒球 棒球确实很快 强壮的运动员用坚硬的球棒 全力击打一只高速跑步 抛投过来的球 想一想 这很可能就是球速之王了 但其实 首先你要知道 棒球投球的速度 要大于击球速度 是的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的确是真的 而且棒球的最高时速 目前只有169公里 除了击球时 嘴里的声音很大之外 网球的球速也非常之快 女子最快球速 达到了每小时211公里 而男子更是达到了 时速251公里 网球是球速师王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它比不过 羽毛球的速度 中国运动员 附海峰 曾经创造过 时速332公里的 羽毛球球速记录 1873年 英国的豹福特伯爵 做梦也没想到 他竟然发明了一种 几乎是这个星球上 球速最快的运动 羽毛球 可羽毛球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球 它甚至比橄榄球和冰球 都更不像球 它是由16根羽毛 和一个木质球托构成的 怎么可能比足球 棒球 网球 这些真正的球 更快呢 在物理学中 决定加速度的公式 是A等于F除以M A代表加速度 F代表作用在物体上的合力 M代表质量 通过公式可以看出 想获得更快的球速 需要更大的作用在球上的力 以及更小的质量 羽毛球的最高球速 出现在跃起空中扣杀时 这一点类似于排球的大力扣球 这有利于发挥全身的力量 手臂做工的距离也更长 而且羽毛球基球 接住了一把长度 不超过68厘米的球拍 和没有球拍的足球排球相比 和球拍短小的乒乓球相比 即使在相同角速度的情况下 羽毛球也能有效获得 更高的绝对速度 羽毛球的球拍 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而这个球拍长 就会使得它角速度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线速度会比较大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 我的手能够控制这个拍子 转动的这个我们叫角速度 也就是说 它单位时间转动的角度 是有限的 但是由于拍子比较长 离拍子这个跟手接触那个点 越远的位置 它的线速度越高 也就是说它实际的这个 真正运动起来的速度越高 当然 网球高尔夫球的器材 甚至比羽毛球拍还要长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羽毛球的重量只有5克 这一下再没有什么球 可以和羽毛球拼速度了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质量 那么质量很小 在力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加速度就可以很大 所以羽毛球在球拍的作用下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加速度 时速300公里 这意味着羽毛球每秒可以飞行超过80米 而羽毛球场地长度只有13.4米 如果羽毛球始终按照这个速度飞行 恐怕就没有羽毛球运动了 人们躲开快如子弹的羽毛球还来不及 哪里还有能力回球呢 感谢观看 它一旦离开了球盘之后 就会由于它的整个空气动力性的结构 会使它得到一个很大的阻力 那么瞬间球速就会降低 速度快是因为牛顿第二定律 衰减快也同样是因为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因为它质量很小 加速度等于F除以M 它质量小相同的力的情况下 它这个阻力产生的这个加速度 也就是说对于羽毛球来说 就是减速的这个加速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就减速减得非常的快 有科学家进行过测试 顶级羽毛球运动员 击出一剂每秒79米的大力扣刹 只在短短0.1秒之后 球速已经衰减为每秒27米 这下大家可以放心地挥派上场了 人类不断探究着我们居住的星球 和人们自身的相互关系 牛顿先生作为探究者之一 为我们铺设了一条科学的路基 可以预见今后速度记录的突破 将越来越困难 但在牛顿教练的指导下 更将乐此不疲 让我们转起来 今天牛顿教练要带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转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网球运动员 都在努力打出上旋球吗 为什么乒乓球的长焦 可以改变球原来的旋转 牵球 铁饼和练球运动员 怎样才能将器械投得更远 花样滑冰选手 为什么可以原地高速转动 牛顿教练不但可以帮你跑得更快 还可以帮助人们制造旋转 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吗 世界开门吧 爱萨克牛顿先生 是我们这个星球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和牛顿运动定律 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 创立了V积分 顺手提出了经济上的金本位置 还会那么一点练金术 让你想不到的是 牛顿还是一位教练 他不太擅长什么项目 但却指导着所有的人 包括我和你 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牛顿教练 为什么网球运动员都在努力打出上拳球 为什么乒乓球的长焦 可以改变球原有的旋转 牵球铁饼和练球运动员 怎样才能将器械投得更远 花样滑冰选手 为什么可以原地高速转动 我们的牛顿教练 不仅可以帮你跑得更快 跳得更远 还可以帮助人们制造旋转 就让我们跟随牛顿教练 一起转起来吧 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使人们对旋转陷入痴迷 在网球运动中 运动员们无论正手还是反手 无论是从容不迫还是狼狈不堪 都在试图尽量打出上拳球 如果击球的力完全通过球的置心 那么球不会产生任何旋转 向前飞行的速度最快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运动员都不会选择这种 速度最快的击球 而是会倾斜拍面 用球拍自斜下至斜上 摩擦网球 打出一记上拳球 向前翻滚的上拳球 下方的空气流速快 压强小 上方的空气流速慢 压强大 根据马格努斯效应 气流从压强大的地方 向压强小的地方流动 就形成了一个向下的力 所以上拳球会比不旋转的球 更早地落到地面上 这对于网球选手来说 可以避免球的出界 当上拳球落到对方场地 弹地的瞬间 由于球是向前转动的 会给地面一个向后的摩擦力 我们的牛顿教练 在他的第三运动定律中指出 有作用力必然会有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地面也就给了球 一个向前的反作用力 这样一来 上拳球弹地后 会有一个明显的 加速前冲的趋势 这就是上拳球在网球场上 大行其道的原因 上拳球的飞行轨迹 起初向斜上方飞出 这样更容易过往 比不旋转的球更早落地 可以减少出界的概率 从这两点上看 打上拳球是最安全的击球方式 而落地急速前冲的特点 又给对方的回球 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上拳球恰好是网球中 最容易掌握的技术之一 体育运动中 再也找不到第二项运动 像乒乓球一样 对旋转追求到极致 只要是个球体 旋转的方式都包括 围绕自身横轴转动的 上弦和下弦 以及围绕自身纵轴转动的 侧弦 把二者结合起来 又有左右侧上弦和 左右侧下弦 乒乓球的上弦和 网球上弦原理一样 但是由于乒乓球的转速 要远远高于网球 所以乒乓球弹台后 向前下方极具前冲的势头 更加猛烈 当对方接球的时候 上拳球会给拍面 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而同时 拍面自然会给球 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 这也就是接上弦球 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下弦球和上弦球相反 谈到球台上的时候 球给球台一个向前的力 球台就给球一个向后的反作用力 如果转速够快的话 球甚至可以向后倒退 当球落到对方球拍上的时候 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 球拍就会给球 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 所以接下弦球 容易直钻往底 同样的原理 我们可以自然地认识到 左右侧弦球会向左右两侧飘移 而实际情况下 人们很难打出纯粹的上弦 下弦或者左右侧弦 往往都是介乎于其间的 左右上弦或左右下弦 我们经常在比赛中 看到精彩的对拉弧圈球场面 这种划出惊人弧线的弧圈球 正是一种强烈的侧上弦球 胶皮是乒乓球旋转的 直接制造者 正脚颗粒向外 出球时与球接触面积小 打出的球旋转少 但速度更快 直拍正脚快攻打法 是中国乒乓球队 早期称霸世界的利器 但是随着弧圈球的出现 正脚的速度优势逐渐被削弱 反胶颗粒向内 与球接触面积大 可以给球更大的摩擦力 从而制造出 既快又转的弧圈球 弧圈球与快攻相结合 代表了当今乒乓球的 主流技术特点 不过颗粒细长的长胶 作为正脚中的一员 始终保持着青春 这是因为长胶最著名的特点 反旋转 当长胶与上旋球接触时 由于颗粒细长 胶粒就像扫把扫地一样 只是轻轻拂过乒乓球 长胶回球后 并不改变球的旋转方向 当一个上旋球被回击后 不改变旋转方向 那么对于制造上旋球的一方来说 这个球就变成了下旋球 反之下旋球被长胶回击之后 就成为了上旋球 所以当一位标准的弧圈球选手 面对总与自己的旋转 对着干的长胶时 最希望的恐怕就是用一把错刀 把长胶磨短 人类痴迷于旋转 为此愿意努力地练习旋转自己 在体育运动中 我们通过自己的旋转 让器械飞得更远 古希腊雕塑家米龙的作品 制铁饼者 是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 男子铁饼冠军加勒特的启蒙导师 千球运动员加勒特 曾经按照制铁饼者的照片 练习铁饼动作 但却不得要领 在奥运会上 加勒特看到希腊运动员的 制铁饼动作 突然毛色顿开 临时决定参赛 并一举以29米15的成绩 夺得冠军 第二天 他又获得了千球比赛的金牌 今天的男子铁饼世界纪录 已经达到了74.08米 而且投掷项目的技术 发展得更加复杂和专业化 同时成为两个投掷项目的 顶尖选手 已经不可能了 铁饼的技术原理 就是在圆形的加速范围内 通过旋转 不断提高限速度 把旋转蓄积的能量 传递到手上 将铁饼抛出 投掷的距离 跟他们出手时的速度 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速度越大 投掷的距离就越远 运动的距离越长 那也就是我对它做的工就越大 这个时候它就能获得 这个物体就能获得更高的动能 动能越大 那也就是它出手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越大 旋转的目的在于制造越来越高的限速度 伟大的牛顿教练在他的第一运动定律中指出 物体皆有惯性 做圆周运动的铁饼 由于惯性的存在 总是想沿着切线运动 随着转速越来越快 之所以铁饼没飞出去 是因为运动员把它控制在手中 并给了铁饼向心力 强迫他和运动员一起继续做圆周运动加速 当铁饼所受到的核外力突然消失 也就是运动员出手的时候 铁饼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 沿着运动员旋转轨迹的切线方向飞出 不断远离原心 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了 链球的原理和铁饼相同 但是链球的总长度可以超过120厘米 它的旋转半径远远大于铁饼 线速度比铁饼大出许多 由此产生的向心力非常巨大 铁饼和链球很早就和旋转联系到了一起 与这两种器械的特性利于旋转有关 而铁饼与旋转产生爱情 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 而且第一个采用旋转式的运动员 苏联的巴雷史尼克福 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连及格赛都没通过 这段感情最初实在不被人看好 铁饼的投掷圈直径只有2.135米 身高超过1米9的运动员站在里面 可供发力的施展空间极其有限 因此推铁饼技术从原地推到侧向推 最后发展到背向滑步式推法 人从面对投掷方向到侧队 最终到背对投掷方向 身体扭紧的长度越来越高 始终追求着在狭小的空间里 尽量给千秋更长的加速距离 怎样才能使身体扭紧的长度最大化呢 没错 那就是千秋心仪已久的挚爱旋转 我们就需要通过提高这个加速的距离 来使得它的速度增加 而运动员转起来 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加速的距离增加 这样呢 它出手的速度就会大 通过旋转 千秋的加速距离增加了2米多 大幅提高了人体动能的积累 从而创造了更快的出手速度 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奥运会及格赛都没达标的运动员 巴雷什尼克夫坚持旋转式的推法 终于在1976年创造了22米的当时的世界纪录 而当今男子千秋的世界纪录23.12米 也是由美国选手巴恩斯用旋转式创造的 如果说投掷运动中的旋转 还显得生猛粗鲁一些的话 技巧类项目中的旋转 让人对自己都会产生怀疑 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吗 花样滑冰运动员的原地高速旋转 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动作 不过很多人都很疑惑 并没有看到运动员多用力 如此高的转速是从何而来的呢 为什么运动员可以越转越快 又忽然停下呢 说到这里 我们的牛顿教练又闪着智慧的光辉站了出来 由牛顿运动定律 可以推导出现代物理学的重要定律之一 角动量守恒定律 关于旋转 简单来说 角动量守恒就是只当旋转物体的核外力矩为0的时候 角动量是恒定不变的 角动量等于旋转动量与角速度的成绩 我们可以借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F等于MA的公式来理解旋转物体的角动量 F代表核外力 在旋转物体中我们把它视作角动量 M代表物体质量 在旋转物体中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转动惯量 A代表加速度 在旋转物体中我们把它视为角速度 如果物体水平运动 那么物体的质量大小就是自身重力的大小 但如果物体旋转起来 那么这个动量的大小就等于物体上各个点的质量 乘以它到旋转轴距离的平方 角动量守恒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角速度和它的这个转动惯量 它的一个成绩是一个定制 如果我的这个转动惯量变小了 那我的角速度在成绩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增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旋转轴的距离缩短了 那么转动惯量也就变小了 它实际上就是在调节它的转动惯量 比方对一个人来讲 它的质量是不会变的 那你要高速旋转的时候 那你就要把身体要并容 所有的都收紧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 这个转体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实际上这些运动员 他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么一个物理知识 来减小了它的这个转动惯量 使得它的旋转的速度能够短时间轻松地提高 由于脚动量恒定 那么脚速度就要增加 人体的旋转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是的 不需要运动员再给自己加什么油 只需要收紧手臂和双腿 就可以凭空提高转速 缩得越紧 转得越快 但是我把这个胳膊我张开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把有一部分质量 分布地离我转的这个轴心更远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转动的时候 因为脚动量手痕 它只能保证 它转的速度会越来越低 当运动员把双臂向两侧打开 身体部位离旋转轴距离变大 转动惯量变大 由于总的脚动量恒定 所以脚速度减小 旋转速度自然减慢 这样运动员可以在一次旋转中 通过收紧和打开身体 自由切换自己的旋转速度 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很轻松地体验到 找一个旋转良好又比较安全的转椅 两手各拿一个哑铃 转起来 伸臂 收臂 怎么样感受到转速的变化了吗 这个实验由俄国力学家 卢科夫斯基创立 被称为卢科夫斯基转椅 在自由体操运动中 也经常出现这种绕身体纵轴的旋转动作 而体现体操运动难度的空翻 则属于绕身体横轴的旋转 角动量守恒定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各种身体姿态空翻的难度 直体运动由于身体质量的分布 离转动轴心较远 转动惯量大 因此旋转速度低 在旋转同等圈数的情况下 直体旋转的难度当然要大于团身动作 翻腾结合转体动作 在技巧类运动中非常常见 转体时 人体的旋转轴是倾斜的 最复杂的人体旋转 出现在诸如体操和跳水中的 翻腾与转体结合的动作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人体的质量分布 产生了极具的不对称变化 从而使原本的横旋转轴倾斜过来 因为角动量守恒的缘故 一部分横轴旋转的角动量 被迫转化为了纵轴旋转的角动量 所以跳水运动员 通过对身体姿态的快速改变 从绕横轴旋转的角动量中 抢了一部分出来 给了绕纵轴的转体动作 角动量守恒定律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直升机的发明陀螺仪的出现 乃至计算宇宙行星的运行规律 都是人们在这一科学定律的基础上 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 它不仅可以解释体育运动中的旋转 更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 怎样才能以科学为动力 开发人体自身的巨大潜能 当我们一次次满足自己的旋转癖的同时 请再次感谢自带科学光环的牛顿教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